直径33毫米的钢丝从广州塔116米高的第23层平台开始,横跨506米珠江水面,一直到对面海心沙表演舞台80米高的LED峰帆顶端。 在众人的期待中,不计任何保险带的阿迪利手持6米长平衡杆迈出了第一步。 三分钟后,阿迪利在距广州塔100米左右的地方坐下,此时阿迪利的徒弟亚克普江从海心沙LED峰帆顶端出发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阿迪利与徒弟亚克普江在钢丝上相遇,两人相互握手并展开了一条写着感恩广东的条幅。 随后两人开始在高空换位,亚克普江将身体微微蹲下坐在钢丝上,然后慢慢躺下,阿迪利则抬脚踏在亚克普江的胸口上,稳稳当当地从亚克普江身上走了过去。 在表演的最后一个高潮,阿迪利从腰间掏出一块红布蒙上了自己的眼睛。 最后一百米,阿迪利不仅在钢丝上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蹈,还一路渐步小跑。 当阿迪利稳稳地站在海心沙LED峰帆的顶端时,人群中掌声雷动。 晚上八点半,阿迪利再次从广州塔出发,踏出了最后一轮表演的第一步。 昨晚广州的风力一度达到四级,能见度低,加上两岸绚烂的霓虹灯,都给表演增加了难度。 不过阿迪利师徒三人还是圆满完成了表演。 阿迪利还与其两个徒弟共同完成了金鸡独立,龙卧半空,倒挂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。 今天我的梦,谢谢,亚勇会说,就我想到这个小麦药和这个海心沙中间拿一根钢丝,能不能我拿着火炬来走这个钢丝,那时候我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。 像过了四年以后,我把自己的梦想能实现,能够我自己的把新疆的钢丝拿到广州,这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朝良的一个活动。